本期讲一下盆景的书碱 书碱就是将不合乎造型需要的枝条从肌部剪除 重点对长势强壮 极间较长的斗长枝进行剪短或书碱 通过剪除不需要的枝条 一可达到造型的目的 二可保证良好的通通透光 是营养集中供应保留的枝条 使植株旺盛花繁果硕 书碱前要和好观察 尤其是初学者切不可轻易下检 因为书碱不当就难以弥补 书碱时除剪除病虫害严重的枝条外 下列枝条也应剪除 一平行枝 即上下距离相近而向同一方向平行生长的枝条 根据造型需要可保留一枝 剪除一枝 二叠生枝 即从树干上同一部位重叠生长的枝条 如长出两根枝条 应剪掉一根 三反向枝 即组织上长出的反方向枝条 一般应该剪掉 四对生枝 即在树干或组织同一高度上左右对称长出的两根枝条 应剪除一根 在同一枝干上有两根以上对生枝如需剪除时 应先左 后右 再左 再右 依此类推交叉剪除 不可只剪一边 五直立枝 即在组织上生长的直立向上的枝条 应从枝条的极部剪除 六交叉枝 即两枝相交叉 应剪除一枝 七 下垂枝 即在组织上向下垂直生长的枝条 应从肌部剪除 八 轮生枝 即在树干或组织同一部位 朝不同方向呈辐射状生长的枝条 一般在三枝以上的称轮生枝 根据造型的需要 轮生枝一般流长 短个一枝 或止留一枝 其余枝条都予以剪除